为了要庆祝贝多芬诞生250年 据说在贝多芬出生的德国波昂 就有艺术家发起了我们的路德维希 那么就是在波昂的街头上 到处可以看到双手插在口袋 面带微笑的小贝多芬雕像 这让贝多芬也多了一分亲切感 微笑的贝多芬大概也颠覆了 贝多芬在我们许多人心中的形象 贝多芬其实是一个很随和的人 他跟朋友们在一起的时候也会经常说笑话 那么这是波昂贝多芬特展的策展人龙恩所说的 他是一个音乐学者 他自己也出版了很多跟贝多芬有关的著作 那么在练习的时候我都会想到有个故事 这故事呢就讲到有一个妈妈她就带着小男孩去听音乐会 那么在这个音乐会当中呢 这个直辉啊就非常慷慨激昂的就这样比划着 那女高音呢就表情猙獰的歌唱着 那这个小男孩呢他就非常有兴趣了 就一直看着这个直辉 然后说看看乐团 有时候呢就看着前面的演唱着 那么到音乐会结束的时候 他终于就忍不住好奇了 我妈妈说妈妈刚才那个人为什么要一直拿着棍子下那个阿姨呀 贝多芬的创作是非常的多元 而他也在作品当中不断地探索各种可能 他的艺术歌曲对许多人而言可能是陌生的 但是贝多芬他也写了大概有60多首的艺术歌曲 这些歌曲呢也是充分地呈现了贝多芬丰富的内涵 其实贝多芬也有幽默的一面 幽默的贝多芬你见过吗 接下来男中英林洪宇老师 要为我们带来的两首艺术歌曲 《吻》跟《跳蚤之歌》 这是有一点好玩跟有趣 《吻》 《Derekus》 这是贝多芬出版最后的一首歌曲 那么这歌词呢就讲到有一个男士 他就是偷亲了他所追求的一个美女 那吻了以后呢 他自己还回味无穷 就在自言自语说 那他到底尖叫了没有 有啊 他尖叫了 那么另外一首呢 《跳蚤之歌》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题材 有很多作曲家也都为《跳蚤之歌》捕过曲 这是在歌德的《福士德里》 就是里面魔鬼梅菲斯特 他对着一群大学生唱出的嘲讽之作 那么就是讲到有一个跳蚤 他受到国王特别的宠爱 那么他周围的朋友啦 都是也都得到了一样的好的待遇 那么王光里的从王后到官员呢 每个人都被咬 可是被咬了呢 也不能掐 大家都苦不堪言 不知道贝多芬他是用什么样的音符 要来刻画出《跳蚤之歌》的音乐表情呢 现在就让我们欢迎南庄宇 林洪宇老师 以及钢琴家杨湘琳老师 为我们带来精彩的两首 《贝多芬》的艺术歌曲《吻》 以及《跳蚤之歌》 掌声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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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蚤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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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在我向你们坐在某個凡 我打 cozy一下 我打招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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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会吊.... 它会吊起 是荒类 优优独播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